他一生重情义,死后儿子唱歌,张学友帮忙 刘德华送他女儿出嫁 Sponsored Refresh 说到娱乐圈的大佬们,混击娱乐圈多年,人缘不错 地位极高,备受尊敬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大佬,重情重义 两岸三的都有不少朋友,他的一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我只想好好爱一回,就是他一生最完美的写照 是的,这个位高权重,重情重义,一搏云天的大佬就是柯寿梁 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很陌生,因为小黑哥柯寿梁英年早逝 2003年因为酒后引致哮喘突发恶化,在上海逝世,终年50岁 小黑哥走得太早,至今还记得他的人,应该没有多少了 不过,爽快,重义气,也非常有爱心的小黑哥 在娱乐圈虽然名气不大,却因为他的好人缘好到连成龙都自愧不如 所以小黑哥的追悼会上,但凡能叫得上名字的港台明星都来了 曾志伟,成龙,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向华强,梁朝伟 吴君如,谭永林,吴宗宪,洪金宝等一众200多位明星都到场 为人直爽的小黑哥,一生中传奇不断 飞越长城与黄河的记录,使他达到人生成就的最高峰 虽然过风英雄,但小黑哥的一生十分坎坷 1953年生于浙江宁波,两岁随家人搬到台湾定居 长羽大自然为武的他,全身晒得有黑 也因此得了小黑这个绰号 学历不高,又没有其他专长的小黑哥,为了挣一口饭 争一口气,只好从事卖命的特技表演为生,却也没想到 他就这样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成了大家口中的英雄 从小武行一路升为大五行,小黑哥凭着自己的一股冲劲 引起了香港演艺圈的瞩目 并前往香港发展 一高人胆大的小黑哥,不管多危险的挑战都愿意尝试 就连国外知名特技演员声称办不到的高难度演出 他都能完美做到,因此他还有个外号叫蝌蚪胆 于是,小黑哥1983年到1986年,先后飞越了80米宽 素有死亡骨支撑的台湾桃园海湖大峡谷 又飞越了宽100米的香港码头和70米宽的双向高速公路等 1992年11月,一举成功飞越金山岭长城封烟台 成为驾车飞越长城第一人 1997年6月,他飞越了黄河湖口大瀑布 2002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小黑哥 在4万多名观众的见证下胜利飞越布达拉宫 除了喜欢挑战极限外,小黑哥还是演员、歌手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影《古惑仔》中,饰演为人讲义气 好爽的山鸡表哥,片中阿坤和陈浩南闹了矛盾 山鸡一气之下去台湾找他表哥,后来表哥 帮助陈浩南干掉阿坤,后来在《只手遮天》和《圣者未亡》中 再次扮演山鸡表哥 小黑哥唱的那首《大哥》歌词里那句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颜 至今还是不少人的口头禅 还搭档刘德华、吴宗献合唱了《笨小孩》 哎呦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 小黑哥交友广泛,仗义助人,信奉千金散禁牌付来 所以没给家里留下什么钱给,而办葬礼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家人没钱给其办葬礼 还是圈内的朋友帮忙凑钱举办的葬礼 据悉张学友以吴明氏的身份,在小黑哥葬礼上捐了20万 除了捐款,小黑哥去世后 张学友还通过合作表演等不同方式提西黑哥的儿子柯友伦 柯友伦在台北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学友亲自去恭喜 生前小黑哥就以大儿子柯友伦为荣,一生辛苦的黑哥说 幸好我儿子比我白,比我帅,命好不用当特技 支持儿子在歌坛发展 而小黑哥女儿出嫁,张学友也和华仔刘德华一块出席了婚礼 为小黑哥女儿柯力争出嫁保驾护航,尽一份力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记录